这真是忘恩负义 现在想一想 我常常冒起冷汗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一旦犹太人真的在东北割裂了一块土地出去 那我们东北很可能会陷入灾难之中 看待现在的巴勒斯坦 我敢断言 20年后 巴勒斯坦这个国家就会从地球上消失 其实 这里面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事情 那就是哈尔滨聚集的那10万犹太人 是从哪里来的 当初中国接受的犹太人 都是从东南沿海上岸的 而东北的这10万人 就不得不受到一个计划 那就是日本人和犹太人的勾结 这个计划叫做囤育计划 当时日本和沙皇俄国爆发战争 沙皇俄国境内的犹太人和日本人进行勾结 犹太人负责给日本提供情报和经济支援 等日本将沙皇俄国打败之后 日本支持犹太人在东北占领一块土地 成为他们的势力范围 而最后的结果大家也都知道 那就是日本打败沙皇俄国 成功进入世界列强行列 东北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当时日本为了打压中国人 开始大规模的从沙皇俄国引进犹太人 企图来搅乱局面 哈尔滨的犹太人开始越来越多 更加离谱的是 当二战爆发以后 作为受害者的犹太人 居然和日本再次加强合作 从欧洲跑出来的犹太人 有一部分去了东北 听到这里 你是否会怀疑人生了 犹太人在当今世界 一直已被法西斯迫害的面孔世人 然而在二战中 甚至很长一段时间中 居然和日本法西斯勾结 真是让人愤怒 所以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有什么样的果 那就有什么样的 抖音